先是听到了中了玉神伞无法解除时 俩女都脸色一变 后来听到了可以采用男女间的事情能解决时 梨花就笑道 哎呀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真的无法解除呢 反正小飞哥是我们的男人 跟他做什么事情都嫌 梨兰也是红着脸的 小花 你说话尽是口无遮拦 怕什么嘛 我们与小飞哥说话遮拦什么呀 王小飞道 还有一个后遗症存在 什么后遗症 俩女看向了王小飞 梨兰就问了起来 这药会改变人的心态 与谁做了那种事情之后 她就会在心中印下那个人的印记 甚至时间长了会忠于对方 怎么有这样的药 梨兰吃惊了 王小飞道 这种药的配方很是难得 我也没有想到方士林得到了这种药 说话间 王小飞就有些担心地看向了昏迷中的秋水仙 顺着王小飞的目光 梨家姐妹也看到了秋水仙 在一想到刚才王小飞所说的解药的情况时 俩女也是脸色一变 她们其实都是聪明的人 这外念间就知道了王小飞的顾虑 自己的母亲中了这种毒 如果不采用那样的手段 这件事情真的就有些难办了 小飞哥 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王小飞摇了摇头道 唉 这事有些麻烦 我得再想想 不过这是远古的一种配方 解毒方子我有 但是 没有那种灵草 我还真是找不出新的方子 现在能做的就是先用丹药稳住 说着话时 王小飞喂了一颗丹药给秋水仙 丹药之下 秋水仙醒了过来 向着王小飞看了一眼 秋水仙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情况 小飞 这几人篱下的日子不太好啊 这话也是秋水仙有感而发 小飞哥 真的 你不知道啊 我们到了这华山派之后 虽然原来的掌门 对我们也不错 可是 怎么样也感觉不出 这里是我们的家 而是一种 站住在别人的地方的样子 小飞哥 我们什么时候 才有自己的家呢 听着离家姐妹的话语 王小飞就沉思了起来 原来王小飞的想法就是 自己并没有多强大的实力 把这些女人 放到各个门派 对她们也有着好处 现在看来这事 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种圆满 做任何的事情 还是那句话 打铁靠本身硬 黎兰突然想到了什么事的 就对王小飞道 小飞哥 我最近在看华山派的一些点击时 看到了洞天福地的内容 如果能够拥有一个洞天之地 我们自己住在里面 不被外人打扰 那是多好的事情啊 秋水仙也赞同道 小飞 你把大家都安排到各个地方 虽然安全上没有了太大的问题 可是你想过你的后代没有 如果你有朝一日离开了地球 你的后代们失去了资源什么的话 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秋水仙明显已经在帮着王小飞 考虑着后代的事情 王小飞当然知道洞天福地的说法 在华夏这个地方 所谓洞天福地所含阔的地域 有洞天、福地、静志、水府、神山、海岛等 具体来说就是十大洞天 三十六小洞天 七十二福地、十八水府、五镇海独 二十四志、三十六静炉 以及十周三岛 这些洞天福地入口大多位于华夏境内的大小名山之中 或者之间 它们连接贯通、通达上天 构成一个特殊的世界 看到王小飞在沉思、黎兰道 我看了一下 其实各个传承久远的门派 都是居于这洞天福地之内 不过 由于年代久远的原因 一些洞天福地之内也存在着灵气外泄 从而不适应居住的情况 里面的人都已离开 如果能够把那泄气的地方修复 没准就能够营造出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秋水仙微笑道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们王家就能够拥有一个好地方 以后王家子弟就能够成为隐士的家族了 我知道了 这事我会考虑 等我找到了一处洞天福地之后 再做这件事情吧 沈子 现在你的情况很复杂 如果再不解决你的问题 后果就严重了 刚说到这里 外面传来了华山派那个闽元旗的声音 李兰 你跟沈子说一下毒素的事情 我去看看 这事王小飞还真是不太好说 只能够由黎兰去说了 从里面走了出去时 王小飞就看到 闽元旗已是在外面 见过王道友 闽道友别客气 有什么事情 王道友 是这样的 我派之人都想见见你 特别是几个长老 微微点了点头 王小飞就跟着闽元旗走了出去 走到了外面时 王小飞就看到 华山派的一些炼气十一二层的人 早已盘坐在那里了 见到王小飞进来 这些人都站起身来 对着王小飞就是一礼 王小飞也还了一礼 闽元旗明显成了大家的中心 走到了原来掌门的位子上 就盘坐下来 然后请王小飞也坐下 大家坐下之后 闽元旗叹了一声道 唉 宗门发生了一些事情 弄得我们华山派实力大减呢 王小飞道 各位 方位的事情我不告而做 杀了几个高手 这事儿不知大家有什么说的 敏元旗摆了摆手道 王道友 今天把你请来 就是我们已经商议过了 是方威一家对不起王道友 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死不出息 看到华山派有这样的态度时 王小飞就微微点了点头 其实 王小飞在听了秋水仙 他们所说的洞天福地时 心中还真是存了一种 杀光这个华山派 然后夺取这个地方的想法 现在一看对方有着这样的态度时 王小飞倒也真是不太好意思了 算了 还是另外去找一个地方吧 华山派的人并不知道 他们这种友好的态度 让整个的华山派躲过了一劫 闽元旗道 王道友 往后我们一定会对秋水仙他们更好 资源也会多提供给他们 摇了摇头 王小飞倒 我早就跟你们掌门说过 他们的修炼资源由我来提供 也只是让他们赞助于你们门派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特别是我杀了贵门派的一些高手 说是不存在一些问题的话 谁都不会相信 所以这次我离开的时候 也会把他们都带着离去 说到这里 王小飞掏出了两个玉瓶道 我杀了你们一个筑记一层的人 五个练器十二层的人 这个玉瓶里面是一粒助击丹 就送给闽道友吧 祝你能够助击友称 另外这瓶里面是原洋丹 相信这些丹药足够你们提升出 五个练器十二层的人 这算是我对华山派的补偿吧 谁也没有想到 王小飞出手这么大方 盘坐在这里的人们 看着那两个玉瓶 神情都发生了变化 本来这件事情就是华山的人 有错在先 人家王小飞表现出来的大度 更是送上了助击丹这样的丹药 大家心中那一点点的不满 也在丹药之下消失了 王道友 本来就是我们华山派的错 这事 敏言启苦笑一声 王小飞道 这事你们能够放开就放开 如果不能够放开的话 只要他们能够杀得了我 也尽管前来 几个长老盲白手道 王道友多虑了 华山绝对不会再对王道友 有什么不满 王小飞看到大家 表现出来的诚恳的样子 心中也算是舒服了一些 毕竟 与他们前面的两个掌门都不错 真的进行打杀之事 王小飞还是难以做出来 不知王道友 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 敏言启问了一句 王小飞也知道 敏言启只是关心的疑问 并没有什么害人之心 就说道 正好 我有一事想请教你们 王道友请说 哦 我想找一处洞天福地 不知可有这方面的信息 大家一听这话就明白 王小飞是动了 建立自己势力的想法 向着王小飞看去时 一双双的目光 都透着复杂之情 王小飞那么年轻 就已经拥有了 建立家族的力量 后生可畏呀 再想到王小飞 那么强大的情况时 大家心中又是一惊 如果今天 大家的态度不好的话 也许王小飞灭了华山派 夺取这洞天都难说呀 想到这里 大家唯一的想法就是 找一处地方 把王小飞赶紧送走 绝对不能再让他留在这里 当然了 大家心中也明白 必须要让王小飞 有一种 不再看重这里的心思 怎么办呢 大家想了一阵事 一个叫做 上官云缺的 练气十二层高手道 王道友 我倒是知道一处地方 那里应该符合 建立家族的条件 这是有一点是有难度的 那里有着阵法的设置 从古到今 没有人能够破开那阵法呀 我倒是有太阳 我倒是一阳的